行政院国家发展委员会档案管理局日前公布 第二十届机关档案管理金党奖评比结果 先电地震事务所传来捷报 以档案多元活化价值应用 点藏完善旗舰库房 落实永续无纸化档案应用申请等创新作为 荣获了金党奖肯定 金党这个部分是我们整个中华民国在档案管理的一个最高荣耀 那它对于档案的一个保存 那以及它的一个运用 那还有文书作业一个流程的一个状况 它都要达到一个标准 那以全国来讲 以今年大概196个机关参奖 那在出品阶段之后进到负品是16个 那本所很荣幸在最后负品之后有获得委员的一个肯定 今年地震前身可追溯到日本明治38年 因此所管理的公文档案 及地震职能档案数量相当丰富 更像是一部地方近代史 去年新电地震就结合自由档案特色 办理心怀骨金 电创心油档案加值应用特展 并且结合学校与网络应用 让更多民众可以一窥珍贵的历史档案 使档案可以更多元应用 配合现在的一个技术 我们也有做成LINE8的一个网络虚拟游戏 那还有我们的Podcast有声书 YouTube那还有我们的网站上面 也都看得到这些展览内容 那这样其实这个部分 也获得委员这一次的一个肯定 新电地震让档案应用确实的更贴近民众生活 所以在本届机关档案管理金党奖 全国196个参赛机关当中脱颖而出 新电地震表示 未来将持续努力 让辩民措施继续的精进 记者陈小旦采访报道